大家好 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 HSK 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 共四十五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 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喂 我们去树林里走走吧 今天的阳光多好啊 很暖和 好吧 图书馆门口见 今天天气不错 二 我经常在电视广告 我经常在电梯里遇到他 可能他也在这座大楼里上班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 只是看着很熟悉 他们俩经常聊天 他们俩经常聊天 三 西红柿鸡蛋汤的做法很简单 一点儿也不复杂 准备几个西红柿和鸡蛋就可以了 我保证你一次就能学会 做西红柿鸡蛋汤很简单 四 身高只有一米六零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矮个子篮球运动员 他曾经说过 篮球不只是让那些高个子打的 也是给那些喜欢他的人们打的 他爱打篮球 五 小刘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任务 我希望你们各位也都能像小刘一样 希望你们加油 好 现在让我们一起鼓掌 祝贺小刘 小刘受到了表扬 六 喂 是你啊 我今天去北京出差 我现在在机场 等我到了北京以后 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他刚下飞机 七 虽然他俩是姐妹 性格却很不一样 姐姐非常安静 极少说话 妹妹正好相反 最喜欢和人聊天 姐妹俩性格差不多 八 老王 我今晚要加班 这张票浪费了就可惜了 你去看吧 听说这次演出 邀请了许多著名的演员 很精彩的 他想给老王一张演出票 九 小张 你这份计划书写得不错 就按照这个计划 去做市场调查吧 下个月我要看调查结果 小张的调查结果写得很好 十 女儿发烧了 我带她去医院 大夫给她打了一针 三岁的女儿尽管很害怕打针 不过她没有哭 女儿不同意打针 第二部分 一共十五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 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现在开始第十一题 请问附近有超市吗 前面那儿有个银行 银行对面有一个小超市 超市在哪儿 十二 天都这么晚了 你还出去干什么 我们明天去上海旅游 我要去买一个轻一点的行李箱 男的现在要去做什么 十三 怎么又买这么多饼干和巧克力 难道你不减肥了 减了一个月都没有瘦下来 我实在没有信心了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四 明天几点到 八点来得及来不及 提前点吧 咱们还得负责打印会议材料呢 他们要提前做什么 十五 李老师 我下个月五号要结婚了 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们才认识一个月呀 对于这个消息 女的觉得怎么样 十六 啊 外面下雪了 启程 你快来看看 太好了 咱们去公园吧 试试你的新照相机 怎么样 这个照相机怎么样 十七 我已经出发了 有点堵车 到学校 大概要四十分钟 好的 你路上小心 慢慢开 别着急 难得怎么去学校 十八 听说 听说你准备出国读博士 是啊 已经申请了 如果顺利的话 下个月就可以出发了 难得打算做什么 十九 小姐 我女儿多少钱一张票 您好 您的六十 您孩子买儿童票 半价 女儿的票多少钱一张 二十 今晚我穿这条裙子 怎么样 今年最流行的 很漂亮 不过我觉得 这种打扮 参加正式的舞会 可能还是不太合适 难的是什么意思 二十一 来北方好几年了吧 你觉得北方和南方 在气候上有什么区别 夏天都差不多 只是冬天 北方比较干燥 而南方更湿润 他们在谈什么 二十二 经理 您对新的办公室环境 还满意吗 不错 谢谢 你可以带我去看看 公司别的地方吗 说话人在哪里 二十三 明天的面试很重要 你千万不要迟到 我知道 你别担心了 我一定会准时到的 男的希望女的怎么样 二十四 你对小李的印象怎么样 他的优点是 有礼貌 诚实 能吃苦 就是太马虎 太粗心了 不适合我们的工作 小李为什么被拒绝了 二十五 怎么忽然想起买花了 要送谁呀 今天是父亲节 你不会忘了吧 快去买礼物吧 女的为什么买花 第三部分 一共二十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女的为什么买花 把这个文件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 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 六零二会议室 没变吧 对 没变 会议几点开始 现在开始 第二十六题 二十六 打了一下午 羽毛球 肚子有点饿了 稍等一会儿 饭马上就好 真香 今天吃什么 你鼻子真好 今晚我们吃饺子 他们今晚吃什么 二十七 小李 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女孩 是谁呀 我大学同学 你认识 应该不认识 但是好像在哪儿见过 那你可能是在我的大学毕业照上 见过吧 那个女孩和小李是什么关系 二十八 你好 请问王师傅在家吗 他不在家 他游泳去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一会儿就回来了吧 好的 那我过一会儿再联系吧 打扰了 再见 王师傅做什么去了 二十九 上午刚借的那本杂志 怎么找不到了 哪本杂志 体育杂志 黄皮的 我就放在桌子上 不用到处找了 我刚看了一下 在沙发上呢 男的在找什么 三十 先生 对不起 我们这儿不能抽烟 请问附近有可以抽烟的地方吗 有 请直走 然后向左 那儿有一个吸烟室 谢谢 他们最可能在哪儿 三十一 李教授 这几篇文章 您什么时候要 不急 你自己安排 只要在寒假前交给我就行 没问题 我肯定会提前完成的 那样更好 李教授什么时候要那几篇文章 三十二 先生 这是您的房卡 请拿好 谢谢 我的行李箱在哪儿取呢 我们一会儿会直接送到您的房间 谢谢 麻烦你们了 不客气 女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 三十三 你好 我想要一个窗户旁边的座位 还有吗 我查一下 对不起 您乘坐的这个航班 没有窗户边的座位了 好吧 没关系 给您票 男的想要什么样的座位 三十四 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去 以后别随便扔东西 知道了 奶奶 数学作业写完了吗 没呢 我先出去玩一会儿 您在家休息吧 根据对话 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五 你换球鞋干什么呀 又要出去啊 去打网球 我约了小王 他打网球很厉害 你敢和他打吗 当然敢 那一起去 看看你究竟是赢还是输 走吧 人多了还热闹 小王的网球打得怎么样 第三十六到三十七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这房子家具权 电视 空调 冰箱都有 并且都很新 离火车站也很近 交通方便 离您公司也不远 您可以坐公共汽车 甚至可以骑自行车上班 把身体也锻炼了 价格也比较便宜 真的很值得考虑 三十六 说话人最可能是做什么的 三十七 关于这房子 下列哪个正确 第三十八到三十九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狗是一种聪明的动物 它能听懂人的话 明白人的心情 会和人产生感情 人们喜欢养狗 是因为在孤单的时候 狗会陪着它们 互相信任 互相照顾 三十八 根据这段话 狗有什么特点 三十九 人们为什么喜欢狗 第四十到四十一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这个节目我一直在看 它介绍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知识 包括怎样选择牙膏 擦脸应该用什么毛巾 怎样远离皮肤病等等 很多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现在通过它了解了不少 四十 说话人在介绍什么 四十一 说话人了解了哪方面的知识 第四十二到四十三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昨天 妻子让我陪她去买一双袜子 进了商店 她先去看帽子 觉得有个帽子很可爱 就买了一个 然后 她又买了一条裤子 一件衬衫 把她身上带的钱全花完后 我们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 我吃惊地发现 竟然没有买袜子 四十二 他们计划买什么 四十三 说话人是谁 第四十四到四十五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哭不一定是坏事 遇到伤心事 哭一场就会感觉心里舒服多了 人们成功的时候 因为激动会哭 人们获得爱情和友谊的时候 因为感动也会哭 所以说 哭不一定是坏事 四十四 伤心时哭一哭会怎么样 四十五 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哭不一定是坏事 哭不一定是坏事